第十章 小鬼难缠 大人 大人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 能证明我的请标 苏大头说着 急急忙忙跑回了保安厅 将装有二十万名币的袋子 拿了出来 大人 这里是 我知道 一双运动鞋嘛 好的 这是证明你清白的证物 我就先收着了 苏大头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但是 我身后的余杰克气还没消呢 你们三个 马上给我余杰克头道歉 三个保安 马上朝着赵清宇就磕头 开什么玩笑 这雍正离开清华院的事情 若是将罪责 落到他们三个的头上 至少 也要去三四个小地狱 把里面的刑具都过一遍 赵清宇虽然很生气 确实没有想到 张楚风直接将三个鬼 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就这么磕头也没意思 算了 赵清宇真不是脾气不好的人 否则的话 之前张楚风撞他的胸 就不是让老周收拾他那么简单了 结果赵清宇的话还没有说完 张楚风直接插嘴道 哎 听到了没 就这么一排磕头没意思 你们就不能摆个阵型嘛 正好三个人一会摆成人子响 一会摆成衣子响 先好好在门口隔半个小时 我们三个先进去啊 张楚风三个人进入清华院后 三个保安自然不会继续磕头了 两名保安苦着脸看着苏大头 多谢队长 要不是队长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苏大头确实哼了一声 眼神之中闪过一丝狠烈 怎么可能就这么算了 走陪我借钱去 然后我去找我赶点 他们阴阳寺负责阴阳两界越界之事 还欺负到我素大头的头上 去找赶点 赶点是皇上面前的红人 这桩事情 皇帝出手就足够阴阳寺那小子喝一呼的 敢拿我的钱 到时候我让他连本带利给我吐出来 走 与此同时赵清宇和张玄宇都有些懵 因为 偌大的华行苑 他们发现 他们找不到爱心觉罗印针的住处 印针 就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更是海量影视剧里面风流倜傥的四眼 风哥 要我去找人问问路吗 张玄宇开口道 张楚风摆了摆手 不需要 说吧 张楚风动用气韵之法一看 只见整个清华院之中赫然有十二栋高档别墅 每一栋都是雕梁化栋 既有现代建筑的风采 也有明清故居的神院 但这十二栋别墅之中 却只有十一道凝聚成龙的天子之气 虽说这些皇帝都已经成为地府里的天子之魂 契约也弱小了很多 但好歹是昔日的天子 就算死后也依旧是天子之魂 而缺少的那座自然是雕正的住所 很快 张楚风三人就到了雕正现在所居住的别墅 房屋面积加上建筑面积 恐怕不下两千平 见到张楚风脉步就要直接进去 张玄宇低声问道 风哥 于家 咱们不敲门什么 这皇帝的住地不是要通报什么的吗 用不着 张楚风一抬手 直接将别墅的大门推开 第一个走了进去 三位是 门口一个小太监虽然一身西装革履 不过无论是西装的颜色 还是里面衬衫的花纹 怎么看都像是小太监 阴阳寺 封命来调查你们家爷的去向 小太监也听说过阴阳寺 知道是地府和阳间共同建立的部门 这伙人有背景 不能得罪 马上将三人领到了客厅 然后去通报 虽然住的地方是别墅 但里面的装饰 还是保留着古香古色 怎么看都像清宫剧里的装扮 张楚风看到 客厅一侧是书画字帖 另一侧是书架 便朝着书架那侧走了过去 书架上足足有几百本书 几乎一半都是讲述雍正的事情 显然雍正还挺满意自己的一生的 就连客厅这种地方都不忘自恋一下 而剩下的书 赫然是雍正自己写的小说 这皇帝还他们写小说啊 张楚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自己知道有皇帝喜欢女人 有皇帝喜欢木匠活 有皇帝喜欢吟师作父 但是还是第一次听说 有皇帝喜欢写小说的 见到还没有人来招呼他们三人 张楚风施展千里眼 开始在别墅中探查 马上就锁定了一名年迈的老太监 总管大人 阴阳寺来人 您真不去看看吗 坐在椅子上喝茶水的老太监 眼皮都没抬起来 阴阳寺又如何 咱可是皇上的人 让他们先候着 张楚风不由地冷笑一声 让我候着是吗 等会儿 你可别哭 顶待会儿 那么多 不忍徒 你可别哭 我不能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